建議你們的副院長可以開一些錄劇嗎 我想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那各國的不管是他的這個文學藝術 那都會有所謂的相互交流 那我們年輕的年輕的時代呢 這個喜歡各國的這個文化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現象 那大家都多觀摩 那我們的我們國內呢有很多的影片也是值得各國來欣賞的 包括中國大學 那主委你自己有換過錄劇嗎 你自己有換哪個錄劇 坦白講我目前的工作讓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那第二個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看紙本的東西 因為紙本的東西還可以稍微沉澱一下 那影劇呢我速度太快了 我可能年紀稍微大了一點 這個你應該問他吧 我不知道他是記憶什麼樣的觀點或者是觀察 那至少我們來看蘇院長是一個相當複雜的 而且邏輯很清楚的一個長官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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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